大家好 歡迎今天大家來到莊王大學 然後在星期六的午後 跟我們一起共度一個非常有科學氣氛的下午 今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我們大概delay了三到四分鐘開始 是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們今天是第一次來 可能找不到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莊王大學 我覺得我只是一個很小的單位不太好找 那我想請教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教室 第一次參加家人科學廣場的朋友 請舉手 好 我們星期六朋友大家一起鼓掌 歡迎大家 謝謝 黃老師今天也是新同學 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師 您來到這裡之前 有聽過黃福坤老師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所以我這個就代表我很有用 因為我的介紹可能就決定了 還有包括今天這個活動 就決定了大家對黃老師的影響 當然我剛剛忘了介紹的字 因為有這麼多新朋友 可能很多人也不認識我 那我是莊大學物理系的朱慶琦 然後同時也是莊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旅任 那這個家人科學廣場的活動 我們是從08年一直舉辦到現在 都是由這個科教中心公務理系這邊在負責 然後感謝國歌會跟中央大學 跟我們敬備輔助 所以就有一個這麼優質的活動 也感謝每一次來參加的朋友們 因為你們的建議跟指教還有回饋 讓我們不斷地可以激進 好 後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講師 黃福昆老師 他是至少在我們這個領域 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敬的前幾輩 這樣說是沒有說實力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件事 最近有一個有四個字非常地有名 叫做看見台灣 我們可以從很多的地方看見台灣 可是如果你要讓世界看見台灣 這時候就要看你做的事情的影響力 有沒有辦法達到全世界 那在台灣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的人 大家猜眼應該知道很少對不對 在物理教育界的話 第一人選其實就是我們的黃老師 黃老師把一件事情做到全世界之旅 而且這件事情的品質 讓他可以全球化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台灣 有一個這樣子的團隊 這樣的實驗室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不能免足地說 這是台灣之光 所以我回頭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真的要看一個人的影響力 一開始要看這個 而不是看他影片上有多少多少的執寫 黃老師對台灣的這個教育界的影響 跟對甚至包括全世界的教育界的影響 其實很簡單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只要Google一下黃老師 或者是你Google一下關鍵字物理 就是讓黃老師的影響力在我們物理圈有多大 那今年是第一屆台灣的這個 就是我們全國的師奪獎開放 大學老師也可以就是來選這個師奪獎 那黃老師就是第一屆大學教師得到師奪獎的得主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今天有這個緣分 我在這邊可以共度兩個小時 也希望大家珍惜這個緣分 然後我們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講師黃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星期八我講的這樣子讓我更惶恐 OK 剛剛有開吧 有嗎 對 對 這樣子 OK 好 OK 好 星期八我講的這樣子讓我越來越惶恐 因為平常我都在大學裡面任教 那我接觸的大概就是大學生 那我出去演講也大部分都是正面老師演講 那今天教我第一次來 而且上課來這裡的學生有從小學生一直中 所以對我來講我也是第一次來 大概也就是第一次來 OK 那今天今天來因為當初有講說 有比較多小朋友 那所以我準備了演講 那個主題的東西主要是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等一下我們會動手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這一個的資料如果各位要找的話 其實 Google你如果打日常生活中的物理 你就可以找得到 那個這裡有像這裡 這幾個其實都是我所建立的網頁 那這邊的資料是比較早建立的 上面這幾個資料比較早建立 那我後來我把很多東西都整理在 這個科學員的這個課程裡面 那如果你點這個進來的話 就會這裡面就會有 比較關於就是在關於日常生活中的 各種物理的 資訊我把它弄大一點 這樣大家後面的比較看得到 放大一點 那這裡會談 像譬如說這邊都還有關於力學的 運動學的 那這邊就有一些跟生活有關的一些物理的訊息 力學、熱學 因為物理基本上大概就是力、熱、聲、光、電 跟生活上相關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很多 那我今天有人可能也可以去看一下 像譬如說我覺得這個也蠻有意思 就是男人跟女人在長泳裡面 像長泳的運動大概女人就成績都會比男的好 因為大部分很多運動都男的會比女的好 那我們就從物理的觀點去談 為什麼那個常用的話女人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東西會在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因為我想到說這是很早以前 人家國外有寫了一篇這個東西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我獲得他那時候很早以前就獲得他朋友 把它翻譯成中文 那我今天主要就談這裡 那這邊也有一些像是光燈物理 然後廣的反射則 為何天或是藍的等等這些東西 那點那個進來就會是這個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我想說這樣或許跟小朋友比較相關 那這裡他就 這個網頁是當初那個作者 他是以針對小朋友的角度去寫 所以這裡不會有一些物理的公式 但是會提到光大概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主要談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們每個人生活的話 就是說人要生存的話 就在自然界裡面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的基本的東西就是 一個是陽光、空氣跟水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就是陽光這一個 那光這個東西讓我們這樣搭配我們的視覺 讓我們看得到世界上各種東西 所以課本裡面一般也都會談到光學的東西 但是課本裡面一開始談話就會從比較失敗 就是一開始就是光的直徑、光的反射、光的折射 然後就是光學儀器等等的 那可是我們要忽略的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要看見光 我們是怎麼看見東西的?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看得到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看得到東西? 有什麼條件? 有沒有人可以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是怎麼看得到東西的? 有沒有人可以在那邊講一下? 小朋友要脫 那小朋友要脫是嗎? 眼睛 喔OK 沒關係 沒錯小朋友講說用眼睛看到東西 可是眼睛看到東西有兩個 一個是以前有卡通像 比如說超人啊 他用眼睛射出一個東西光束 對不對 然後看到牆壁裡面有什麼的 他就這樣說是 有可能像那樣子的嗎?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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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我們要看到東西來講的話呢 有一個很基本的假意就是說 光 就像剛剛這個小朋友講 就是我們有眼睛 可是光 光線要進到我們眼睛 我們才會看得到東西 譬如說我問一下 就是 譬如說晚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天空是個黑的 嗯 可是晚上的時候太陽發不發光? 那發光的話那為什麼天空都是黑的呢? 蛤? 貝的太陽 貝的太陽 可是貝的太陽 可是天空也是到處都是光線嘛 對不對? 就是說假設說 譬如說 假設說這個是太陽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地球在這邊 那當然你說貝的太陽我們在這邊 可是太陽光也是向四面方向射出去 所以天空到處也都是光線嘛 對不對? 就太陽光也會射出去 所以到處都也是光線 有沒有懂我意思? 就天空到處其實都是光線 對不對? 可是 可是天空為什麼是黑的?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事情 就是說那些光線出去以後 沒有進到我們眼睛 就跟譬如說我現在這個雷射光打上去 你現在只看到那邊 有光圈 為什麼? 因為它打到那個天花板 然後打到天花板以後 那個光線才會反射到你的眼睛來 可是這個路徑中間有沒有光? 這圓的路徑也有嘛 可是只有我手過來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嘛 對不對? 所以晚上的時候太陽光也是在天空 可是它因為向外面射出去 我們要看到東西一定要光線 進到我們眼睛 我們才會看到東西 即使那邊 即使這裡有一束很強很強的光 可是那個光線是 就要我這裡這個雷射光 非常非常地強 射向那邊可是 在這中間你看得到光嗎? 對不對? 除非這裡要是有灰塵的話 那它反射 就是說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第一個條件一定是 那個光線一定要進到我們眼睛來 但是我們一般也以為 那裡有光線我們一定可以看得到 可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會看得到 當然有時候很強的光的話 你有時候看到那種光束 像電視有時候會有看到 你看到那個很強的光束 其實是那個在附近那裡有很多灰塵 然後那個灰塵反射以後 你才一開始才有辦法看得到 可是在太空中的話 是不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要舉像 像譬如說有沒有看過電影裡面 有那種什麼那種雷射光這樣 然後就從人家身上穿過去 就把人給殺死的那種電影 對不對? 或者說那種外太空星際戰爭裡有那種雷射光束 這樣從一個船線射到另外一個船線 可是那些光有沒有可能看得到? 從物理台角度上那些光都是假的 那都是看不到的 因為外太空也不會有灰塵也不會有 就是說那些光束都不會有出來 可是電影的話如果沒有那些光束 你就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電影裡面有很多東西 它是為了要呈現讓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可是它並不代表那個是真實的 可是我們也有需要要去分出來 尤其小朋友都知道說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說 聲音傳遞需要什麼? 需要空氣當戒指對不對? 可是星際大戰那種影片裡面 還會聽得到聲音那有可能嗎? 對不對? 可是要是那個電影裡面沒有那些聲音 也沒有那些光的話 還有人會去看嗎? 對不對?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說 就是說這些科學知識我們就知道 可是當我們看電影的時候不能在那邊說 這個假的這個假的 那樣看電影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要去享受它的情境 然後在那裡面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娛樂 然後也讓人家娛樂我們 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我們出來從電影裡面出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那電影裡面有很多情節 有些事情是為了要呈現某些效果 讓它呈現出來 可是我們要能夠分出哪些是真的 我們就是假的 好!所以 利用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像 像譬如說 我這次有請大家準備了這個面紙盒 我想說在家裡都會有 那時候就是有用的 那我會準備這個的話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我很早以前就自己做了 我就做好的面紙盒 那只是說以前我做的時候 我這邊就是用一個透鏡這裡 放在這邊 那我把面紙盒就把它切成兩段 然後一邊放透鏡以後 它可以去光束 光束過來以後呢 另外一邊的話我放上一個 那個 OK 弄上一個描述紙的話 像這樣就可以當一個成像的工具 像這樣就可以看到 像譬如說像我這樣照這樣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屏幕上的那個字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像這樣大家可以做一個 那其實我們相機其實就類似像這樣子 相機它其實就是你前面有個透鏡 然後之後呢 只是說這個位置它相機裡面的話 它是放底片的 那大家只是說現在是數位的話 然後它一樣就放了感測的東西 然後到時候把它影像弄出來 所以等一下大家的話有機會 我們就是請大家來做 那只是說這個透鏡比較大不方便 所以這次呢 每一組都有準備 這個 這是現代科技所設 現在我們可以把那個透鏡做得這麼薄 那像這個的話一面也是放到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找 每一組都有這個透鏡 那你們把它找出來 那你要是有這個面紙盒的話 然後呢等一下就是 等一下先把面紙盒 你可以把它切一半 喔 那邊把透鏡下去 喔有有都已經發了 都已經發來了 對 每一桌那邊應該都有 剛剛好像每一桌都有發這個 你們有看到那個透鏡的這個 用這個袋子中的 喔現在才要發 OKOK OKOK 要發什麼可以跟我們計較 好好好 現在每一個就是你有一個面紙盒 那你需要的材料就是面紙盒 那等一下做的時候呢 做的時候 就是你第一個你先把面紙盒切成兩段 那切成兩段以後呢 那它的功能就是等一下我們要來調 它的某個位置它會 會比較清楚 那那個位置的話就是 就是對應於說 這個是透鏡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焦距 就是太陽光遠遠照出來的話 它會聚在一個點 那各位你要用 要找那個焦距嗎 你還很簡單 你們現在上面都有 都有日光燈 你只要對著日光燈 然後你就會看到 調到哪個位置 你的桌子上就會看到一個清楚的 日光燈的那個 那個像有沒有 那那個的話就是等一下 你這個面紙盒的距離 要是跟你那個距離一樣的話 就會在那裡成一個很清晰的像 所以大家等一下要做的話就做這樣 那所以 所以各位第一個把面紙盒 纏成一半以後呢 有一邊 有一邊請大家注意這邊看 就是你一邊你先把你的 這個先貼在一邊上面 你當你還沒做到貼在上面的話 你先用筆把它畫一個圈 畫一個框 畫框以後呢 然後之後你再用刀片或剪刀把它割 比那個框小的話 它割下來以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 就把它貼在上面 那貼好就是一邊 那另外一邊你可以貼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但是就是弄一個框 然後框貼好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描圖紙 比它稍微大一點把它貼在上面 那這樣把它弄好以後 那依照你剛找到的 那個焦距的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調整了 看在哪個位置 你能夠看得到很清楚的像 那 等一下的話 大家就開始做這個 做好以後就可以拿起來 就可以看到遠方的那個像 那如果以後你在家裡的話呢 要是有窗戶 你就往外面上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 就會很清楚的就投射在這個上面 那在這裡面也可以 那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個屏幕上面的像 可以很清晰的 可以看到很清楚 好不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 十到十五分鐘 大家可以開始 做 好 OK 那我們用這個描圖紙就是 對 對 找到他的焦距是多少 好 對 可以先採一盤 可以說調整位置 然後呢 可以看到 譬如說 看那邊好了 對 有看到 那邊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有成像 那個螢幕上 螢幕上是不是有看到 那個螢幕 螢幕上 螢幕上的椅子 螢幕上的椅子 倒過來 當然是保立的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樣 好 好 所以就是 一面 一面 你先用 瞄兔子 一面 比較大一點 就可以放瞄兔子 然後另外一面的話 這邊呢 就是刮一個比 這個 比這個 拖進稍微小一點的 動 好 好 這邊貼個瞄補子 然後 神像 在瞄補子上 這樣就可以看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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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 有什麼 看 看遠方 看 譬如說我看那邊 屏幕那邊 好 好 是不是 我剛剛看大家好 都做得差不多 各位回去以後 你要在家裡 拿起來 對著屋外看 就會看到非常漂亮 屋外的很多 金子都會進來 其實這個東西 本身 基本上就是照相機 家裡的照相機 它其實就是類似 一個樣的透鏡 然後 只是說在這個地方 它放的是影片 所以 所以就等於說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 類似照相機 那只是說 這個像是 大家有注意到它的像是倒立的 齁 那 我們的眼睛其實結構也跟這個一樣 我們眼睛視網膜上 整個 導力的 只是如果我們都習慣了 我們就把它看成是正義的 OK 所以 我們加 加這個 加這個盒子 那剛剛也有人注意到 我們現在 我這個盒子盒已經 十幾年 他以前的盒子盒比較厚 所以 各位如果說回去的話 你要是覺得這個 這個盒子盒比較好 其實家裡比較 任何 只要長度夠長的紙盒 你都可以把它切起來 齁 那就可以做一個更穩固一點的 齁 更穩固一點的齁 齁 那 所以有這個的話呢 就是讓你 因為這個盒子裡面 相對就是比較密閉 那比較暗 那讓你能夠更容易看得清楚 對比齁 看得清楚 這個樣子 好 所以大家都成功了 齁 那所以像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 利用這個 那以後呢 你出去要看 你有興趣晚上 也不要像 看太陽 像各位 各位要注意 像我們觀察太陽 希望不要眼睛指示太陽 這樣會很長眼睛 但是你可以拿這個 然後調好用太陽的象 這個叫這個 或者加拿你要觀看手 日時月時等等的 你也可以自己帶一個這個東西去 反正就是 這樣呢 反正這個東西都成像在這裡 然後就從這裡直接看 對不對齁 所以像這樣呢 就是安全 然後透過這個 讓它成像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像 成像在這個地方 成像在這個地方的 我們會叫什麼 叫做實像 就是它象 真正具體在那個位置 齁 所以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實像 可以看到這樣 那 剛剛因為有幾位家長 有 剛剛有家長有提到就是說 OK 關於這個原理喔 那 我的網站他們以前也會有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動畫 所以我就說這個的話就是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這些 它的原理在中學會也會交到 那這個的話就是會談到就是說 某些情況之下它會成像圓形化或者區效 那今天我都不介紹 我只是說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找 Google 你只要搜尋 阿歐陸透鏡的成像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動畫 那 那在動畫裡面 我們就 就會介紹 像這樣 像它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物體 那它的像就是這樣倒立的 像這樣子倒立的 那 像有些比較近距離的 它的成因實像 那 像這種的話就是 像這個 綠色的花塊 那 光線沒有 像這個的話 光線過來 它會彎這樣出來 然後 所以 你會以為光線到這裡出來 但這種就是所謂的虛項 那 我們剛剛移的那種 這光線實際到的 這種就是實像 虛項的話 像我們照鏡子 鏡子的話 就是那個像前在鏡子後面 光線沒有到那邊 就是光線沒有 但是你以為 矩在那裡 所以小朋友 他會以為說 好像有東西躲在後面 對不對 但是實沒有 那 實像跟虛項的差別 就是 實像的話就是 你用一個屏幕 這樣用一個屏幕 可以看到它這裡有成像 那種東西就是實像 所以 你沒有屏幕的時候 它其實在這裡會成像 只是說你看不到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屏幕 就可以看到 像這種就是所謂的實像 所以 關於一個原理 那到中學了之後 大家會有需要去學 那接下來 好 那我們做完這個以後 這個回去 要大家 每個人就可以自己 做一個自己的 小型相機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大家 做一個很簡單的 萬花筒 萬花筒 那這個萬花筒 每個人 每個人桌上 都會有一張 這個軟 就叫什麼軟鏡 對不對 這叫軟鏡的石 那它就是 像一個鏡面 像這樣子 那等一下 撕下來就會是 一個反光的 那 ok 這一面 這面最後 最後再撕 這個撕下來就會像 鏡子一樣 鏡子一樣 那 它主要就是 光線到 到它這裡以後 它就會感受 然後它就等於像一個鏡子 那 這個軟鏡的後面 這裡 是一個 膠 是一個膠 你們可以把它撕下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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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膠 那這個要撕下 為什麼要撕下來 就是說等一下 等一下 注意喔 每個人 你會 每時候 你們會有一張 像這樣的紙 每一組 那這個紙 這個是圖案 那 等一下就把這個撕下來 就把這個圖案 貼在這個上面 貼在上面以後呢 你就照著這個圖案 去把它 切割成三片這樣的 這樣的 這個舉行 切成的舉行以後 然後之後 再把它 性質的一面 都朝裡面 然後三個弄起來以後 你貼起來以後 就從這裡面看過去 就會看到 那個 類似萬花筒的那個 那個結果 那你也可以 手指的擋在這裡去看 或者說弄一些小小 小指片 或者小的 放在這裡面然後這樣轉 就會看到非常非常 奇妙的那種 各種圖案出來喔 那所以就可以自己 很簡單就可以做一個 放花筒 所以做法就是 記得這一面的話 就是朝內 那另外 另外有膠帶的這一面的話 就是 就是把這個紙貼上去 然後就沿著這個 貼三個 三個以後 然後就把這小的 三個小的一邊 隔在一起 寬的一邊 再另外一邊 就是三個比較細小的地方 併在這邊 然後比較寬的地方 再併在另外一面 那完了 要從這一面看進去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很多的古圖案出來 那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一樣 就是傳閱 大家看喔 OK 好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做好以後 就會類似像江澤萬花筒 哇 有沒有很漂亮 等一下 就可以做 那所以就是 就是照那個折起來 這個可以做一個類似的 叫江澤萬花筒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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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很多三角形 很多小小的三角形 好 然後裡面 你也可以丟個小紙電話 什麼東西 對 只要把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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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看 請不要看 好 再一個一個 也要看到 好 就來關 好 來關 換一關 來 來 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回去就自己再做一個 那種東西 那個水一罐透明的 然後用彈珠塞一個 好 好 這邊要開針 好 好 那我們剛剛 剛剛我們第一次做的就是用透鏡它聚焦 然後就成像 那剛剛我們用面鏡的話 就是剛剛做的 這個的話就等於三面的面鏡 那因為它又有不同的角度下來 所以這樣就形成裡面很多很多三角形 那剛剛也有講講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五面鏡或其他鏡 那當然也可以 四面鏡就比較不是那麼好看 五面鏡或其他鏡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結果出來 那所以大家可以試著回去自己再做 那如果有人需要這個材料 我們用的是軟鏡 那你也可以上網打軟鏡也可以找得到 或者有些文具店也會有 那軟鏡 就是軟硬的軟 鏡子的鏡 那或者說其實你沒有這也沒關係 所以有時候人家送禮物來的時候 有時候包裝紙黏就有一定會是透 會是像鏡子一樣的 或者即使真的它沒有 你也可以用錫脖子 錫脖子雖然很薄 但你可以有硬直板 也把錫脖子貼在硬直板上 這樣都可以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想辦法 那其實有機會你也可以在家裡做一個大一點的 那如果掉在那個家裡的客廳或怎樣 那其實然後你就放那邊 那邊球在那邊 小球在那邊轉 就可以 你在坐在那裡 你就不必這盆眼鏡這樣跟著看 你就可以整個看到很漂亮的東西在那邊轉 所以要怎麼運用 其實就看大家自己去把它 把它結合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像鏡頭活動 不是說大家看來大家都做一樣的 其實大家就可以回去自己去想說 我怎麼去把它變化 把它變得比較大 把它加一些什麼東西 像剛剛也有人 那個 剛好是哪一位 這邊有做的蓋子把它蓋起來 或是怎樣 對 像 像這位 他做的時候他就 他就沒有把它剪掉 就把他用可以這樣一個門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做不同的巧思 你可以做一些 然後回去的時候 這樣一些包裝子把它弄得漂亮一點 對不對 他整個就變成一個很好的裝飾品 對不對 然後而且裡面又是像鏡鏡 就又有物理意義 然後又可以當美觀 然後又可以玩 對不對 所以這樣他就很棒 所以這是剛剛我們做的兩個東西 另外還有就是像太陽光 太陽光裡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有紅的黃綠藍電子 這些很多種不同的光的顏色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 像大家都會最喜歡看到像彩虹 對不對 就是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但是我們要記得看到裡面 我們看到彩虹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是什麼 都是背對太陽的 那因為主要是太陽光照到 那個天空中有一些小水珠的話 它會反射回來 我們才經過一些反射跟折射的方式 所以 像 像 我 如果 我 不過這在四年就沒有 像如果有機會 因為家裡要是有一個像這樣的 這麼一顆大的那種水珠球的話 太陽光照過來的時候 如果太陽光從這邊過來 你就會在這一面的牆上 會看到一整圈的彩虹 一整圈的彩虹 如果說太陽光從這邊過來的話 就會在這邊會看到一整圈的 但是就是 就會在 你就可以有機會再搶一張就會看到 只是我們現在室內都沒有 但是我在家裡的話就放著 不過 如果是 不過拿著也要注意一點 這個太陽光照著 在這邊會去焦 所以這裡 這裡不能有東西 可能會燒掉 對 它的焦點會在這附近 但是 如果太陽光從這邊過來 就會在這一邊 會看到一整圈的 類似的那種 只是說 其實那個 天空中的水珠 就等於類似像這樣 只是說它有很多很多核的水珠 那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 我們看東西 譬如說我看米人在這裡 我走過來的話 我們看它的角度都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你看彩虹的話呢 每個人看到那個角度 都會是一樣的 就是說彩虹 但是那樣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當我站在這裡看到的彩虹 跟我在這裡看到的彩虹 其實不是同一個水珠反射點移的 所以每個人都看到 屬於它自己獨一無二的彩虹 這樣說就更美了 就是你看到的彩虹是屬於你的 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看到那個彩虹是這樣的 你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你看到那個角度都一樣 所以你知道說那個 反正那個彩虹 其實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看到說看到彩虹 但是每個人看到的彩虹 其實那個角度都是跟你 都是相對說同樣的角度 所以 所以也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們每個人看到的彩虹 因為譬如說我現在在這裡看著你 這個角度過來的話 那個角度就不一樣了 對 但是你會去注意 你看到那個彩虹 這角度永遠是一樣的 所以 除了學物理 有時候你可以把這東西 編織一個美麗的故事 對不對 那個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彩虹 對不對 然後跟你自己的對話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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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頭一般我們知道說 那個 透過能靜的話 可以看得到光會散開來 那今天主辦大會他們 特別準備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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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做好以後呢 你就會看得到光真的會分出來 而且你會看到紅銅黃麗藍電池的這個色彩 那 那這樣的光譜儀 如果說在經過校正以後 我們真的可以去做科學的測量 可以去量說它是什麼波長的光 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 每一桌 每一個這樣應該都有一組 一組 這一個 那大家的話就是 按照 這個把它裁下來 裁下來以後呢 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邊有需要黏的話 就只有這一個 那個圓圓床面這個地方需要黏 然後 這邊方格的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 叫做這個的話 是要把它蓋住的 就要把它覆蓋在 在 你這邊可以貼雙面膠 把它覆蓋在的地方 就是到時候折起來以後 這一個會 蓋在這個上面 還是 哈哈 可以我來 來 喂喂 不好意思喔 周老師這個插波插波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對 研發出來的東西 它的特色是 它是一個可攜帶的掌中光譜儀 掌中很明顯嘛 它小小的 那可攜式是因為 你稍微把它 欸 調一下它像變形金剛一樣 就變扁了 變扁以後 你要用的時候 就把它 對收起來 然後要用的時候把它打開 變成一個盒子 對 所以 這個叫做 我把它取名叫掌中光譜儀 然後它可以讓你帶著彩虹走 你走到哪裡 你都可以看到彩虹 而且那彩虹當然是你的啊 對 不過我覺得黃老師剛剛講的 比較浪漫 好 那這個有 它其實那個 怎麼製作都在這邊有說明 然後我這邊提示幾個 第一個大家先不要發這個材料 因為發了材料 就不會有人理我了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我這邊有濕的很好 整片把它拿下來以後呢 這一片先把它拔掉 OK 這個是空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有一個小小的 翔鳳這個地方 這一條 要把它拔掉 一條很細很細的線 可以放到這裡 好 這是翔鳳的地方 這條都拔掉以後 然後會發一個這個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東西的心臟 最重要的元件 所以你這片掉了就完了 我們沒辦法再補發一片給你 這個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支援給我們 老師同學的話 教育界的話 這一分是50塊 那在這個上面 我們有打一個點 大家仔細看 這一片叫做光炸片 那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光炸片 我們前幾次不是有講偏證片 偏證片跟光炸片 不是同一種片 雖然都是什麼片片片 好 那你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有一些老師 他可能會沒有搞清楚 偏證片是看光的偏證性質 那是什麼 我們先不管了 有攝影的朋友可能就知道 你有一些那個偏光鏡 你在拍一些反射的 你會拍什麼 比如說虎啊 這個虎面 你不希望它反光 你會加上一片光鏡 那是偏證片 這是光炸的 光炸的最主要目的 其實就是黃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把你看到的光 裡面藏的秘密把它分析出來 我們看到太陽光 如果沒有彩虹 我們可能不知道 裡面有紅色黃綠藍電子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日光燈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它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們看到的傳統燈泡 或者我們看到LED燈 它其實每個裡面的秘密都不一樣 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把它分析出來 好 所以你就把你這個光炸片 跟相對的這個點點這樣子黏上去 但是請你不要黏在外面會醜 麻煩你把它黏在裡面好不好 這個不講很多老師都會犯錯 但是點點一定要對點點 如果你轉了90度的話 點點沒有對點點 你這個作品就失敗了 那我建議也鼓勵大家 沒有把它黏死之前 你自己先轉一轉看一下 你看到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黏上去以後 它就折盒子啊 折折折折折 那折到最後 我們待會兒會提供幾個sample 給大家看 那另外也提醒大家 你在把這片黏上去的時候 我建議是 這樣黏 而不要我示範另外一種黏法 先把盒子做出來 然後盒子就變成立體 盒子變成立體以後 你就不好施力 大朋友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好好施篇我 OK 好 謝謝 沒有吧 好 請 請 我先來找石森說 這個光炸片 你也可以拿起來 就直接這樣看 你就可以看到光 不同的顏色 不同顏色 這是光炸 跳一跳 好 我說的是 如果你要在這樣的情況下 去黏它 你的手是不好施力 這個就黏不緊 黏不緊 黏不緊的也沒什麼壞處 不會影響你的功能 只是就沒辦法用到18年 你如果黏得很緊 我也保證18年沒問題 OK 好 所以請我們的小組長 協助大家來做這件事 做完以後 我們大家要再一起來看 你看到什麼 對 好 老師請補充 好 沒有沒有 OK 好 OK 所以大家等一下的話 就利用這個老師可以做光 光炸的話 它主要就是在分光 就能把光 那其實就是說 我們除了看太陽光以外 其實每一種不同元素 每一種 譬如說 我們知道 這樣就有很多不同元素 主人 比如說 不同元素它都會發出不同的光 譬如說 金有金的特殊的光 銀有銀的特殊光 所以 如果說 譬如說 你要去買個金氏 那物理學校 我們也可以檢驗說 裡面有沒有傳其他雜質 它只要說 發出來光 它發出來 它的光裡面 有另外一個元素的雜質 就表示它裡面還有那個材料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的檢驗都是利用這種方式 就是照它以後 然後去看 利用這種光譜銀 就 這只是說 做一個簡單的 好 現在大家就可以開始做 自己做一個簡單的光譜銀 只是說 這個是沒有教人過 它教人過以後 就沒有要分析 小心 對 小心的獅子 很好 上面也有說明 好 先拿去看看 你也可以拿去看看 來看 去看看 這個 那些 那些 遮瑕 這邊 好 各位 如果有人要看到 現在珠老師準備在前面 就開始從 地上完整的史 他有準備在座 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他怎麼座 可以參考 這個做法 如果各位要看怎麼做的話 說好我們現在再做 先把它拿下來 然後第一個先把這個洞 拿起來 好 用雙麵條 來看一下 第一家 一堂 幾個 果然是雙麵條 封面麵條 要是一堂 雙麵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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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用多次的掌握 掌握手指 可以先練一下 把他打好搭到 自己的掌握 就不用再用手指 就把他打好搭 把他打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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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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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我一直搭 他的 宣傳 由於高海 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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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不出來,讓你肉眼看不出來 那上面有好幾百條 很細的縫索 那上面有好幾百條 好幾百條 有好幾百條 好幾百條 有好幾百條 它裡面有好幾百條 很細的弧 那這個以後可以 要是對著那種 高速的那種納光燈 你就會看到 特殊的 它的黃色的光譜 它的緣燈 不同的東西就會有特殊的 你還記得當初那個光炸是多少 像這樣嗎? 五百條 我們有一千 七千就比較 比較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一般 這個版本就一種 五百比較康盲的 然後 五百可以看那個黃色的光 試過比較清楚 嗯 你就是比較清楚 五百解析度蠻很好 但它因為光比較亮 所以它的適用範圍光 因為你現在看 我們都是看這些 日光燈它本來就是紅藍 這些都會有 但像那時候 你就看 像比如說道士公務那種 納光那種光光那種燈 就會看單獨 看到它其中單獨一條 一條的 對對對 其實有兩條 但那兩條 我們這個也動不出來 它是五八九 五八九 五八九就有兩條光光在那個位置 對 然後納的話 納光燈就有納光燈的 對 不同的東西都會有不同的 對 光線它在不同的位置 對 它在不同的位置 我們就是從它的位置去決定它是什麼元素 對對對 對 你知道對的那個光源 它相對那個中間那個位置 它相對的那個角度是 不同的元素就會在不同的位置 對 那如果我們拿一個標準的去校正以後 後面就可以去算出其他東西出來 對 所以 所以這種東西就很有用 對 就可以知道不同的東西的元素 對對對 我們可以用這個去看這幾個光源 不過將來各位 各位也可以 就是你做了這個 你將來也可以對著高速公布它 就是它那個納光燈 那 那 沒有 它是水銀 沒有 它是水銀的 水銀的話 它大概是會有那種比較黃黃的 五八九 五八九的那種光 那 有些納光 那其實有些元素也是這樣 像 我們怎麼知道不同星球 會有不同的元素 其實就是從它的星光裡面 然後去分出來 看它有哪種 哪些光譜 那那個光譜 那那個光譜就是跟地球的哪個元素的光譜一樣 我們就說 那個星球有那個元素 這樣子 對 好 最好是補充一下 我覺得 王老師有講到很浪漫的東西 就是星星離我們那麼那麼那麼遠 我們怎麼可能知道那個星星上有什麼東西 我們接收到星星的可能 最主要的資訊就是它發出來的星光 所以我們竟然可以在星星的那個 發出來的光裡頭 解析出它這麼多的秘密 比如說它有哪些元素在 然後它的 是它的年紀啊等等 小朋友 等一下一定會給你機會 對 來 我把它關掉 它們就不會再回來 好 就是什麼東西散 它們就往哪邊去 好 那個 這邊再多做一下說明 這個 剛剛我很快地做了一個 就是把那個過程秀給大家看 那它在 使用的時候 我剛剛說過要把盒子打開 或者是把它壓扁 壓扁的話 是那個Squeeze 就是有一個地理 有兩邊 對角的兩邊 你這樣子 壓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盒子是打開的 然後你壓這一邊 對角的壓下去 盒子就扁了 好 然後另外的一個對角 就是這邊 壓下去 盒子就打開了 對 然後這邊壓 盒子就扁了 好 這是為什麼 剛剛我們花老師不是有提醒大家 不管你要去看那個黃色的那種路燈 或者是水銀燈有沒有 你都可以隨時帶著這個 放在你的口袋裡 你就可以隨身攜帶 它變成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再來 教你一個 撇步 這個 你不要亂講 我們 我們不考慮商業 你要去買電腦 然後 你要買這個筆電 看它的那個背光 比較新的筆電 他們背光會用LED 比較舊的筆電 用的是另外一個 叫CCFL 這是兩種不同的光源 那LED的光源 是更接近這個自然光 但是還是跟自然光不太一樣 請你用這個去看一下外面的太陽的 太陽的自然光線 然後你看一下 紅藍綠 然後再用這個去看一下LED的台燈 或者是LED的筆電 看它的白色 你會發現它的 我知道說你 紅藍綠有一個會比較亮 比太陽還要亮 假設 你在太陽看到的紅藍綠 亮度差不多是這樣 你拿去看LED的背光源的時候 你會發現紅藍綠其中有一條 它比太陽的還要亮 所以 我們雖然很厲害 但是我們還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辦法完完全全複製 我們的自然光 所以沒事還是要多曬太陽 謝謝 OK OK 好 那 如果各位對於 只是就是說 我的網頁上面有一個 我講的彩色泥盆的世界 在這邊這裡有 對 彩色泥盆的世界 那 這個的話也是在那個課程裡面 就是 剛剛那個我講的日常生活中物理裡面的課程裡面就有 那這裡面其實就會講到 就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眼睛的四網膜裡面其實有三種 就是所謂的追狀細胞 那 它這三種細胞就分別感應不同的顏色 就是像有一個細胞是對於這種紅色的比較敏感 那 有一個是對綠色的 有一個是對藍色的 那 也因為這樣的話就是說 就是當紅跟綠的這兩個 這兩個細胞 要是都受刺激的話 我們會感覺那種黃色的 我們會產生一個黃色的感覺 其實這種顏色都是後天的感覺 譬如說 我們從小就跟人家講說這個是紅的 他就以為這個是紅的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就要說 那個明來用的這是紅的對不對 美國人叫做red 然後這是紅 顏色其實是我們後天學的 那 只是說 我們的眼睛裡面 它就是有三種不同的組織 它可以分這種不同的光的顏色 那 但是 我們對這個 但是我們對那個 它的 其實光譜裡面 就有點像這樣 它其實很多種不同的 它的顏色其實不是說只有 是有紅綠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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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的 它其實是一種連續變化的 那它有非常非常多種 像電腦裡面 dagegen MP4 像是可以調什麼 十幾萬用眼 那些不同的東西 那它就是把紅綠藍這種不同的組合 只是說我們眼睛 對這個比較區分的 比較不是那麼黏銘 我們對這種不同的評分 但是 耳朵又其實是不太一樣 我們的耳朵 其實是 不太能夠區分位置在哪裡 我們眼睛 爱視比較容易區分 這個人在哪裏 能不能深刻區分出來 可是你要注意到聽聲音來講不是那麼容易 要是有一個人在門正前 然後跟一個人在門正後 你其實不太容易去分出聲音是從前面來還是後面來 因為我們就分說那個聲音從哪個位置來 是用左耳、右耳 你覺得說聲音比較大聲、聲音比較小聲 但是同樣在那裡跟同樣在那裡的話 其實所以有時候你到野外 有時候你就覺得抓從一下 反正在前面那邊 就是因為耳朵它對於位置比較不是那麼明明 但是它對於不同人的聲音 所以很多人吵架的話 這個人講的聲音 我們對那個頻率分得很清楚 那也那個我們的眼睛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眼睛裡面也是跟剛剛這樣一樣 就是說我們眼睛後面有視網膜 那它也會像這樣成像在那裡 那所以它能夠很清楚分別東西在哪個位置 但是它對於這種顏色的區分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它只有分這種就是紅、綠、這種重擊的 然後只是組合給我們那種不同感覺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像這次有人家生物裡面造出來 就是它們有一些細胞它可以分脆狀細胞 它有三種不同的能夠顏色的 另外有一種是所謂的比較柱狀的細胞 就是我們看那個黑白的 那那個細胞其實更多 其實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大部分會比較用到那個柱狀細胞 所以有的人白天要去計算 其實它晚上視力其實會不太一樣 你的那個就更模糊 那你看它主要用的這些不同的細胞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是有就是說 我們電視其實它基本上都是這幾種顏色 就是它只有靠著紅、綠、藍的三種東西 去組合成各種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給我們不同的感覺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其實你可以回去它以後 就是你電腦螢幕 你有時候你插電腦螢幕 你用布去插的時候 你是不是上面會有很多小珠珠 你會不會注意你插電腦螢幕的時候 或是電視螢幕的時候 你完了你就感覺電視上好像就很多彩色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插過去有那個小珠珠 每個小珠珠就好像是一個小的放大器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給放大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原來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感覺那個白色它其實就是紅、綠、藍 三個銅是刺激你的眼睛 你就會有白的感覺 就沒有所謂真的 以真正來講 沒有所謂白光這種光 其實就是紅的西方、綠的西方、藍的西方 這三個西方都同時被刺激 你就會有白的感覺 那沒有刺激被擋住的就是什麼 就是黑黑的感覺 對不對 陰影就是黑黑的感覺 那像我們這種光譜 就是能夠來分這些不同元素 它是從哪 是從什麼東西過來 那這個光譜我們剛剛用的是光炸 其實我們每個人熟 大家有 我剛剛一開場沒說 其實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過的 手指頭 還沒有對不對 其實你手指頭 每個人你注意 你拿你的手指頭出來 對著那個光線看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手指頭 縫裡面會有很多很多黑色的條紋 跟你的手指頭是平行的 那個應該不是你的毛髮 對不是你的手指頭 因為不可能一條條都平行的 因為你注意看了 你在對著那個 對著 不必對著很亮的 這個光線旁邊 你就看到有一條一條 貼貼的很多條 對不對 你要是按著壓的越緊的話 那個條紋數越多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物理的 就是它因為這些光 它會形成乾涉 會有很多 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縫 那這種光炸的話 就是這裡面剛給你們的這種光炸的話 它是 就是這個片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條 好幾百條的那種光 那它更細 然後它就能夠把這種不同顏色的光線分出來 然後讓我們看得到這些不同顏色的東西 所以這個這個的話其實在物理上 這是一個很 就是說你經過校正以來 它就可以做一個真正來測量 甚至去分析不同顏色的東西 那只是讓大家可以帶一個多簡單的看 所以你也可以 將來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光園 你可以對一下哪種 因為像我們所謂買 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買燈 像日光燈 它裡面其實 有一本它裡面發出來的光都是紫外光 那只是說我們就在內部的話 就在塗不同的塗料 螢光粉 讓它能夠產生比較接近太陽光的 這種光線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它如果沒有塗那個塗料的話 就真的都是紫外光 那就是紫外光燈其實就是 它裡面都沒有去塗 但是紫外光反而比較貴 因為什麼 因為那種東西紫外光會傷害生理 所以它製造出來的話 還要去教診 還要經過一些東西 免得說真的會上升 所以那個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東西 那所以像對於這些字的了解 我們今天不談很多 大家有機會拿這個光炸和區塊就可以 試著看不同的光源 然後你可以比較說 這些東西是什麼 那接下來也可以跟課本上的一些東西學 那就可以了解到光的這些 好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做的這集的材料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也可以上網去查這些相關的資訊 不曉得對於我們今天做的這幾個活動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或什麼東西要討論的 好 那個朱老師再來插頭一下 那個還有一個小實驗可以做 這個我們跟華老師平常在研討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到這一天 就是這張紙啊 張紙大家已經丟到垃圾桶的舉手 丟到垃圾桶的就是直接把朱老師的email給他丟進去 沒有那個開玩笑 你可以把這裡隨便剪一小片下來 好你剪一小片 然後你這個下次你觀察的時候 你先看一個光源然後把它看得你很熟悉之後 接下來呢你這個紙片喔 我們看的時候是ok這樣子 它的霞縫就是細線那道縫是對準你要看的東西嘛光源 然後你試著把它遮得窄一點 讓它變得更細 你把它變得更細之後你發現了什麼 這是你們回家的功課喔 把它變得更細以後 你看我們那個大概是一個millimeter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給大家的 那你現在把它變更細以後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很有趣 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下實驗 有很多都會變化 然後比較花你會看到比較亮 可是有很多比較細的資訊就看不到 就像我剛剛這個手指頭 你把它壓得更幾 你就看到更多夾紋 對你就可以看很多東西看得更新鮮 那真正的物理學在那裡做的科學研究就會 在更遠的地方 在更遠的地方 但是你們用儀器去把那些東西 不同元素都可以分出來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麼去檢驗不同的東西 會有哪些元素 就是靠這種光譜儀 就是靠這種光譜儀 所以每個人都帶了一個小小的光譜儀回去 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那如果說真的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你要是發現一個從沒看過的新的光譜線 那就表示說你會發現一個新的元素 好 我再提醒一下 我忘了講電視 不好意思 又是我 剛剛忘了提醒電視就是 每個人的民視距離不一樣 也就是你看東西清楚 有些人看報啊 張開有些人張開 有些人張開 對不對 可是你近視也會要張開 好 所以我會建議近視的朋友 假設你戴眼鏡 你可以把眼鏡拿下來 這樣你可以貼得很近 其實你會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會很訝異 雖然你有近視眼 你眼睛的解析度還蠻好的 哪一個比較亮 哪一個比較細 哪一個比較寬 你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那如果眼睛非常健康 完全沒有近視遠視 什麼都沒有 你就要自己稍微抓一下你的民視距離 我要強調的是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看最清楚 這樣瞭解齁 這樣看太近 有時候你反而會模糊 那你最近是哪一個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因為每個人民視距離不一樣 你不是課本寫什麼 二十五公分 平均哪 平均什麼二十五公分 這不是 你自己去調整一下距離 發現成像最清楚 就看起來那個顏色的條文最清楚的 就是你的民視距離 這是使用這個小工具的另外一個技巧 剛好提醒 謝謝 或者下次給你到戶外 太陽光它會相對更清楚 因為像那個玻璃 玻璃其實光 光是類似一個玻璃 它碰到玻璃的時候 它也會有反射 只是光如果說垂直近度玻璃 反射的那個光的強度 大概只有4% 就是100 如果光100強度進去 它只有4%會反射回來 所以平常的話 白天我們看玻璃的話 就是看起來都是 就是我們都看外面的 因為外面很亮 可是要是你在車子裡面 那外面暗暗的時候 那4%就可能就會很強了 所以當外面很暗的時候 那你這邊很強的時候 那這個玻璃就變成什麼 就變靜子了 因為看起來就 所以看東西 是不是看得清楚 重點不在於 不見得在於它的強度 而是在於相對的那種強度 所以我想說 比如說 一個燈泡 或是一個小個蠟燭 白天的話 你放在10公尺 你也不會去 他會去注意它 但是晚上的話 你放在500公尺 你也會很注意到 那邊有一個小燈光在那裡 就是說 我們的眼睛 它重大是看它的差異性 所以像我們做成這種盒子也是一樣 它是把外面的光隔開來 那這裡就相對比較暗 所以這樣 你用這裡就看得相對很清楚很多 所以 這都相對說 相對的這種概念在物理裡面用很多 而且 另外也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細微的 平常沒有注意的東西 可以看得出來 OK 所以 就是對於光來講 我們都是利用這種相對性 去看這些東西 那 今天做了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回去以後 那 也可以把我們做的這些 好好的 再把它修改一下 然後今天做的 剛剛做的那個 OK 萬花筒 有興趣也可以做一個大型的 對不對 做一個大型的 反正你只要知道類似這種比例 然後做一個大型的 然後第二天 然後再弄個小球再轉 那 那你就可以免費看到一個 而且 說不定你家很多人就很好奇 不去看 因為通常我們看萬花筒 都是小小型的 對不對 然後再弄一個可以 可以弄流的 那你要是弄一個水 在那邊流的話 看你要怎麼去平衡都可以 那就可以有更多種不同的東西出來 所以重點就是說 在學科學區 我們不要去 就是人家做什麼 只做什麼 就是複製 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去想 我可以怎樣的改 可以做什麼東西 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創意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些東西就是人的價值 我們不要要求每個小孩 都要得到相同的標準 我們現在比較麻煩就是說 我們把教育當成說 我們在生產產品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要得到100 可是每個人不會說 這我物理比較好 我每個人他好的地方不一樣 我們要讓每個人有不同的好的地方 讓他發揮出來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才會比較好 如果說所有人都像機器 就是都是一樣的品質 那樣的社會是很可怕的 就那個變成機器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大家在學習的時候 每個小孩子都有不同的能力 那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就讓我們家長 我們就說 我們幫助去找他 他適合做什麼 然後讓他在那個方面都發揮出來 那只要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腦筋 所以我在我的玩意大法講 就是說 我們的人腦其實是最好的儀器 我們的眼睛其實是 有時候你用眼睛看的東西 會比你照相機照起來還好 然後最近我在臉書上 也看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現在出去 竟然會想說 我看到什麼東西一直去拍照 結果有人去做研究就是 他就讓一組人他去的時候 他看到東西他就拍照 另外一組人 他沒有讓他拍照 他用眼睛去看 然後回來以後 大家去回憶說 你們今天看到什麼 結果發現說 沒有用相機拍的人 比較記得 因為每個人 因為你用相機拍的人 就比較不會想說 我需要去記他 那反而回去以後 你很多 你的印象比較 就沒有那麼深刻 那像這種 人家那種研究就出來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說 我們 當然我們那些儀器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最重要還是要利用我們人本身 最好的科學儀器 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耳朵 去聽 然後我們動手去做 那我們聽的這部分 我不需要再講 因為我們國內的教育裡面 大家都聽了太多 每個人都 也都很努力的去看出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邊很缺了這種 很缺了就是自己動手做 自己去想 自己去操作 只要我們搭配這邊的 我們其他的去聽 去做 去寫的 我們已經做了 只要我們再把動手做 這邊再加一加的話 我們就可以 發揮很多很多的創意出來 那個是我們這邊缺乏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 就是再想一想 然後以後就是每個人 都自己做自己不同的東西 然後更改一下 然後就發展出新東西出來 這是大家最重要的 好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太好了 還有五分鐘 因為我實在不突不快 我好想講 就是 那個 方老師提到那個動手做 其實就是我們加入廣場 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因為我們其實很早就發現 國內的科學教育 有這個問題存在 然後我剛剛看到在場 有很多很 我真的非常欽佩的爸爸媽媽 怎麼樣的狀態會讓我欽佩 就是 要翹兒郎 對 小朋友在旁邊 割啊 剪啊 做啊 那種歪七扭八的這樣 丑 就是洞也沒有辦法挖好 然後割一條直線也割不好 黏黏黏的明明帽好這樣 喔 他都可以忍住耶 我現在想 我都忍不住好想幫你 好想幫你 可是 後來我就有跟一個媽媽分享 就是 我們一旦就是沒有忍 忍不住去幫了他 好 好 沒錯 東西做起來很漂亮 很專業 很有水準 可是你的孩子 永遠學不會那個技能 他下次還是黏得很爛 還是割得很醜 好 洞也打不準 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作為父母跟作為一個老師 最難的不是說我們要教你們什麼 而是我們要把我們會的東西忍住 不不告訴你 不幫你做 讓你自己去把那個東西學會 讓你自己把那個答案繳出來 那個才會變成你的可以帶走 就是我們在台上講的讓孔默橫飛 證明說我多麼的國學多穩 不是教育的意義不大 好 好險沒有照過時間 好啦 所以今天其實希望在場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學到 不管是技能知識或者是你覺得開心 然後也希望你們今天做的這些東西 你回去還有延續的學習 因為真的學習是離開教室以後才開始 假如你現在在這裡把他當教室的話 現在四點鐘之後才是你學習真正的開始 所以這些東西希望你可以善加利用 然後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不管你是材料的問題 然後原理的問題等等都可以 好嗎 那我們現在會把問卷發下去 一樣我們每一場都會選出一組 我們覺得給我們最真誠意見回內的這個家庭 作為未來的其中任何一場 他可以任選一場加入科學廣場 他是VIP不需要抽籤 好嗎 所以麻煩各位盡量提供給我們 你們的建議跟指教 好 最後有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雖然很傳紅 但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代表這個中央大學 副理教育中心 謝謝我們今天黃福昆教授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今天下午 來借大家的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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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一、二、三、二、三